这感觉太他妈恶心 我不想 陈团听到张世飞这么一说后 露出了一阵冷笑 你难道就是为了所谓的友情吗 笑话 你想过没有 也许你身前的这个熊瞎子 就是利用了你的这一弱点 张世飞望了望李兰英那两只染了色的熊掌 那颜色和自己爪子上的毒药是一般无二 他苦笑了一下 也许吧 但是 他是我兄弟 陈团听张世飞这么一说 先是愣了一下 好一个兄弟 好吧 我就成全你 说吧 他慢慢地举起了右手 那姿势两人今天就见过了 就是这双手指碎了十桌子 十桌子都碎了 何况是一只鸟 张世飞没有动 李兰英却急了 只见他破口大骂道 你想干什么 李胖子见陈团要杀张世飞 便边骂 便张开了大爪子 向陈团扑去 可是陈团只是转头 向他一望 李胖子的全身 便如同被无形的绳索捆绑住了一般 是动弹不得 只能眼见着张世飞 命丧黄泉 张世飞呢 却并没有害怕 相反的 他现在却有些坦然了 因为自己并没有后悔这个决定 他闭上了双眼 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我要死了 他心里想着 刹那间 竹林仿佛变得安静了 只剩下那竹叶子 不知疲倦的拍打声 可是 张世飞 却没有感觉到一丝的疼痛 甚至说 什么感觉都不曾有过 我已经死了吗 他狐疑地睁开了双眼 眼前的一切让他不敢相信 只剑 只剑那陈团的右手并没有挥下来 而是停留在了嘴边 他张大了嘴 瞇着眼睛 他 他打了个哈欠 张世飞和李兰英 有些不敢相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剑那陈团打了个哈欠后 又伸了个懒腰 就在这一系列动作之间 方才的满脸的杀气 已经荡然 无存 又恢复了那个 似乎永远都睡不醒的 糟老头子的 无恶了 只剑他伸手 抓了抓后背 然后笑呵呵地对着张世飞和李兰英说道 你们合格了 第十六章 四舍二截 合格了 啥意思 在这大起大落之中 一只突尾巴孔雀和一只脏不拉击的熊 大眼瞪小眼的望着陈团 这老灯刚才还一副出门 揣四十多把枪 一走一过就杀人的表情 哎 现在咋转面的这么快呢 张世飞的脑袋明显有些不够用了 只见他磕磕巴巴的说道 合格了 陈团笑呵呵的 又看了看李胖子 胖子呢 便马上恢复了自由了 胖子一恢复自由后 便马上大声问 到底咋回事啊 你俩到底在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呢 这个张世飞没有李胖子 还是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 他问道 你不杀我了 那陈团揉了揉眼睛 然后说道 为什么要杀你 你不是已经找到 我让你找的东西了吗 张世飞愣了 他完全不知道 这老灯说的是什么 于是他便慌忙的说道 可是我没啥胖子 怎么说就能找到了呢 李兰英在旁边是大失以惊 然后对着张世飞说道 什么玩意啊 什么杀我 他再次被无视了 这个陈团的笑呵呵的说道 谁让你杀的了 我这么说过吗 张世飞无语啊 确实 这老灯的纸条上 确实没什么说呀 可是转念一想这不对呀 于是他便又慌忙的说道 可是你那张纸条上面 明明写着只收一个徒弟啊 那陈团呢 这一脸好似帕金森综合症的表情笑道 对呀 可是我又没说 非得收你俩当徒弟啊 只不过是教你俩 一个变成人的方法罢了 啊 如果这都算收徒的话 那我徒弟不是散布天下了 我擦 这老灯 张世飞无语了 这拿我俩开涮呢 他心里感谢这陈团的直系亲属啊 他心想 你说你不早说 哪我俩姐妹呢 这是 而这时陈团已经迈开了小步 慢慢的向木屋的方向走了 只见他边走边说道 那就这样吧 装狠太累 都多少年没装过狠了 哎呀 我要回去补一觉啊 明天开始 你俩第一个人物 是打扫房间 然后我再教你们怎么变回人 张世飞见这老灯要走 慌忙问他 你等等 那陈团立住了 但是没回头 只是慢条斯理的说道 怎么了 张世飞此之心中充满了疑虑啊 以至于不吐不快 他问道 你到底是要让我们找什么东西 只见那陈团背对着他们 慢慢的说道 你这后生还真是有趣 明明都找到了 还问我 找到你大爷 张世飞和李兰英心中是异口同声啊 只见那陈团慢条斯理的说道 世间大到万千 可其中的阻碍 却只有两种念一下 一为杀念 一为执念 执念可救 反身即是道 杀念不可救 心魔旗 既是妖 即是成道 也无可救药了 说到这里 他顿了一下 然后接着说道 其实你们二人完全是自己救了自己 那后生 你没有被心魔控制 找到了宝贵的道心 也就是信念 而那熊小子 你很幸运 虽然你还蒙在鼓里 但是你却找到了宝贵的兄弟 这陈团一番话 虽然文邹邹的 但是两人心中似乎真的了解到了什么 于是张士飞便又问道 那如果 如果刚才把胖子杀了呢 那会怎么样 还有那林子里的海骨 还有我们沾上的毒药 这又怎么解释 只见那陈团哈哈一笑 我说你这后生 你俩沾的东西 不过是寻常的猪杀罢了 哪是什么毒药 我又不是妖怪 怎么会让你们自相残杀 而在一旁投笑呢 不过你说 如果你真的对同伴动手的话嘛 陈团说到了这里 他转过头望着发愣的一熊一鸟 然后慢条思理 且一字一句的说道 盈州仙境 岂荣得妖物作祟 那几句海骨 不是已经给你做出了答案了吗 说完后 这老家伙又打了个哈欠 然后转身边走边说道 哎呀 不行了 太困了 明天再说吧 你俩饿了自己找吃的 睡哪随便 说吧 便消失在竹林之中 直到老家伙没影了之后 两人才互相对视了一眼 良久 一句话都没说 直到老家伙没影之后 两人才互相对视了一眼 良久 一句话都没有说 张世妃心中是一阵冷汗 心想着这他妈真危险 这老孙子 没想到 这还玩上心理战术了 而自己也差点崩溃了 还好也算是福大命大 没死成 因为自己的选择 两人都有变回人的机会了 又一转眼 已经是深夜了 两人都没有回到小木屋 而是靠着这玉玺的边上坐下 张世妃和李莱英互相说出了各自的遭遇 原来李胖子真的不知道这一切 那纸条上确实写着找什么玉玺 张世妃心中的一阵感慨 不得不说 后怕之余 他的心中竟然还夹杂着一丝的满足感 这是他之前从未有过的感觉 来着营州不到两天 他就已经面对了很多的选择 这些选择或大或小 但是总能带给他一些什么东西 虽然他没想明白到底是什么 但是这种感觉不赖 虽然有点恶心 磨练造就成长 现在的张世妃更加的珍惜生命了 小哥俩靠着竹子坐着 张世妃也没说话 李胖子也没感谢 他们都彼此心照不宣 男人之间的友情 根本用不着多余的言语 那样反而显得矫情 心里有数就好了 一夜无话 只是张世妃心中更加的想家了 第二天陈团起床时已经是下午了 两人早就来到了木屋 按照老孙子的要求 打扫好了房间 直到陈团又一次 一脸欠揍样的表情 出现在两人面前 三人来到了石桌前坐下了 陈团先开口了 他对两人说道 好了 从今天起 我就教你们怎么变回人 在这之前呢 我们恐怕要相处一段时间了 你俩先自爆下家门吧 我还不知道你俩叫啥呢 说详细一些也没关系 这个张世妃想了想 然后说道 我叫做张世妃 今年二十一岁 兴趣没有 如果偏要说的话 估计是喝酒吧 张世妃说完后 李莱英接着说道 我叫李莱英 比他大六个月 我的兴趣有很多呀 其中最喜欢的就是泡妞 陈团打了个哈去 然后说道 这泡妞是什么呀 这李胖子愣住了 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了 好在那老灯 似乎对这胖妞也不感兴趣 只见他打了个哈去 然后说道 算了 不问了 我也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我姓陈名团自图男 爱好是睡觉 那边那位 说到了这 他指了指远处地上的那个湖 说道 他的名字叫太岁 只要你们不去招惹他 他应该不会吵到你们 好了 就这么多 现在开始 教你们怎么变成人吧 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很重要 当然 你们依旧有选择的权利 所以要仔细地听 张氏飞和李莱英点了点头 他们心想着这么长的时间了 这老孙子终于捞干地说了 于是两人立马支愣起耳朵 听到陈团说道 嗯 首先 老夫要你们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这世间本没有不付出代价就得到的事物 世间万物都是如此 此便称为天道 所以 你们也逃避不了 明白吗 两人摇了摇头 显然不明白 于是那陈团便对两人讲出了此处的门道 原来自古以来 陈世中拥有思想的万物皆可修道 不过人修道与动物的修道不同 人乃万物之灵 生来懂得事物与拥有的东西 就与畜生不同 所以 相对而言 还是比较容易的 不过正所谓天道又岂是凡人所能溃野 想拥有超乎常人的能力 必须要舍弃一样事物为代价 一生不可能实权实美 所以 自古修道之人多是五臂三缺 犯其一 所谓五臂 分别是 观寡孤独残 而三缺说起来简单了 正是人一生不可缺的三样 那就是 钱 命 和权 虽然人修道相对容易 但是修成者却寥寥无几 多半一些只能称作一人 修道一生 最后一就要死去 动物修道则不然 虽然比起人来困难许多 但是只要存有慧根 那么成功的几率就要比人的大 这些披毛带脚的畜生修成了气候以后 就能幻化成人 而这些能变成人的畜生们 多半会被称为妖怪 或者是野仙 更有甚者甚至能享受一方烟火供奉 待时机一到便可踏入盈州之地 不过畜生修道也逃不过天道制裁 所有踏上这条路的动物 同样会受到天道的诅咒 而且这诅咒并不比人的五臂三缺来得轻松 这种诅咒也有个名堂 叫做四舍二劫 第十七章四舍二劫 下 两人听的是一愣一愣的 这也太玄乎了 感情这志上还真存在着修道之人呢 只不过貌似那些修道之人 都不像是书中所写的那般飘逸呀 相反的 听上去倒是挺衰的啊 也不知道现在还有几个这样的倒霉袋 这个臣团继续讲着 所谓四舍 就是舍去四样东西 分别是舍行 舍骨 舍心 舍情 两劫说起来简单些 分别是杀身劫和堕魔劫 臣团这老家伙说的正兴起 张士飞和李兰英两人听的却是一头雾水 李兰英忍不住打断了臣团 等一下 这能问一下你说的是啥意思吗 那臣团见李兰英发问 便回答 嗯 说简单一些呀 就是你俩想要恢复人身 就必须要舍去本应拥有的一些东西 这是强制性的 没有办法更改 哎 怎么这么麻烦呢 张士飞心里骂道 于是他便问那臣团 能说具体些吗 要我俩舍啥呀 那臣团想了想后便说道 嗯 再具体一些 那就是一踏此道 终生不全 注定要在某些领域上会留下遗憾 舍行者 无缘本相 舍骨者 终生饥饿 舍行者 欲寡情淡 舍情者 唤情自身 明白了吗 臣团这么一说 两人倒是明白了一些了 这说白了 就跟买房一样 辛苦攒了好几十年的钱 加上贷款买了套房子 房子到手了 钱却没了 不过这几样确实不咋地 于是他便问道 就是说我俩如果变回人的话 那么就必须要舍去这四样东西吗 还有 那那什么杀人节是啥东西啊 臣团揉了揉眼睛 不会舍四样的 如果全舍了的话 即使成了道做了仙也没意思了 和人一样 只要舍去一样就好 但是这四舍 又和五臂三缺不同 修道者的五臂三缺是命中注定的 而你们的四舍二节 确实要在经历过某件事后才会决定出 而两节嘛 臣团说到这里又停顿了一下 然后又目光扫了扫这两个处手 别说道 人本为灵 所以修道艰难 但是上天是公平的 受修道要比人简单的许多 但是受性难选 杀心一开便是万劫不复 魔性一成 则危害藏生 这老家伙说到了这里 便望了望远处地上的那茶壶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 然后塌了口气 哎 一旦触碰二节 便是走上了一条不回头的路 天道灰灰 凡事有报 这是不可抗拒的东西 所以你两个已经做出决定了吗 做出个屁决定 张士飞和李莱英此时就仿佛面对着一个思想品德课老师一样 陈团说的话他俩根本就没听懂 尽管这老灯已经说得很简单了 算了不讲了 张士飞心中暗道 反正现在就一条路 先便回人再说呗 于是他和李胖子对视了一眼 便对那陈团说了 决定了 你快点教我俩吧 陈团望了望两人 然后起身说的 那好 你俩就跟我来吧 说完他便转身向那竹林中走去 一黑熊和一孔雀 慌忙跟在了后面 走了一阵后 他们又来到了竹林中 那碧绿的小溪旁边 陈团在西边停下了脚步 然后转头对着二人说道 既然决定了 你俩就跳下去吧 洗个澡 也忘了再喝点这玉璽里的水 少喝点 李莱英望着那好像是长了绿毛的水 有些惊讶 他问道 这水能喝吗 陈团笑了笑 当然 这玉璽又叫做玉拳 是盈州为数不多的特产之一 这么有名的东西 你俩没听过吗 孔雀和黑熊满眼鄙视的望着这老灯 我俩连盈州市哪儿 现在都没弄清楚 上哪儿听说过什么玉璽 这个黑熊见陈团这么说 好像有些没面子 于是便说道 抽的内容 我们倒是有 二十一一盒 口感还不错 哎呀 烟也又犯了 现在要是来一根多好 老张你说是我 陈团显然不知道李胖子说的玉璽是啥 索性也就没问 张是非无语的望着胖子 然后对他说道 少说两句吧 走着 开炮 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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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